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现场直播国足决战阿曼 离铁赛情放狠话 洛国富等三人将首发登场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国足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在今天晚上23点 国足将会迎来与阿曼队的生死决战 到时候啊 CCTV5也会进行现场直播 欢迎乔民啊 一起为国足加油助威 本场比赛赛情啊 阿曼队举帅也提到了关注国足的一些看法 那么阿曼队举宣认为啊 以国足的整体实力而赢啊 应该 到目前为止 应该不止拿到三分 因为国足啊 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规划队员 那么实际上 这也是向外透露啊 这个离铁教练组在 执教能力方面 以及排便布置方面呢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导致国足目前啊 这个小组区性的形势岌岌可畏 但是呢 这个离铁 在比赛之前呢 也是放出了狠话 回应了外界的质疑 当很多球迷媒体啊 质疑离铁 在排便布阵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 离铁也是公开表态啊 他认为 他自己比任何人 都了解国足的队员 他知道啊 剩下时候该派谁上场 哪个球员能够给国足带来 帮助 那么从离铁的表态 我们可以看出啊 离铁似乎啊 胸有成竹啊 感觉了他能够给国足带来一场大胜 那么另外啊 这个离铁还表示啊 这个对于 规划球员的使用问题啊 他这个国足内部啊 会进行认证的思考 而且啊 离铁表示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啊 能够拿到胜利 那么根据相关媒体的消息啊 那么离铁教练组 破坏外地的压力 包括了 规划球员 近期的一些 优秀表现 可能已经打动了 教练组 那么呢 在对阵 阿曼队的比赛中啊 洛伯夫等三名 规划球员啊 很有可能 会获得首发登场的机会 那么另外啊 这个国产明星大将 吴雷啊 很有可能会替补登场 当然了 具体的排名布阵 肯定是由 离铁教练组来定夺 最终啊 要等到比赛开始之前呢 才能知道 离铁到底会派去 什么样的阵容 打什么样的战术配合 因为这些内容啊 不可能提前公布 否则的话 会遭到阿曼队的针对 这应该是离铁了 保留的最大底牌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希望啊 离铁能够 孤传大局 抛开个人的 这一个固有想法 在对这 阿曼队的比赛中啊 能够全面的 启用规划球连 说个实话 这个诺国夫 阿兰 艾克森等球连 各种能力 确实比国内球连 要强大很多 这一点呢 勿容置疑 那么国主要想 拿下阿曼队 首先就是要发挥 规划球连的 强大实力 另外 本土球连的防守 任务也不能松懈 除了让规划球连 全力进攻之外 那么国内的 本土球连 必须要守好 后防性 否则的话 光有进攻 没有防守 国主也依然 难以取得胜利 作为球连 我们期待着 在今天晚上 离铁 率领 陆国父 吴磊登球连 能够给球连们 带来重大的惊喜 让我们大家 拭目以待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